Celena约会照已流出,神秘男贴心被包包 Celena于2016年和张承忠结束五年婚姻后,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。 近日她在中国被拍到和一名男子出游的画面,男方还贴心替她背包包,引起网民揣测她是不是有了新的恋情。 Celena近日被捕或穿着白色连身裙,和一名高挑男子出游,上楼梯时男方还替她背包包,她站在一旁,则是显得非常小鸟依人。 然而也有网民猜测Celena最近在拍摄女儿们的恋爱或是节目安排的内容,但也有人表示很希望看到她找到对的人,纷纷送上祝福,如果是真的祝福。 真希望她快点找到幸福真恋爱就好了,希望她拥有更好的不管是谁,对她好就好了。 Celena和前夫张成中的故事仍尽皆知,从婚前到离婚后,双方虽然没有圆满结局,彼此都不愿撕破脸。 更多新闻。Celena离婚三年,仍相信爱情,任爸自责,我害了你。 Celena任家宣禁日与妹妹任荣轩任爸一起参加恋爱时进节目,女儿们的恋爱,节目组给出了一个问题,你相信爱情吗?还有勇气接受爱情吗?敏感的问题已出,她仰头把酒杯里的红酒一饮而尽,并表示因为看到爸妈感情这么好,即使受过伤害,还是选择相信爱情。 Celena和前夫张成中的故事仍尽皆知,不管是婚前还是到离婚后,双方即使没有圆满结局,却也不愿撕破脸,这次她罕见公开谈论心理感受,以及现在面对爱情的态度。 当任爸被问出是否相信爱情时,她斩钉截铁地说,相信爱情,因为在看到你和妈妈之后,我其实还是相信。 不过他也提到任爸曾说,因为他和任妈结婚多年感情依旧甜蜜,似乎让女儿以为所有爱情都是美好的,让他相当内疚。 任爸说,让你们看到的都是正面的形象,你们也习惯性不会拒绝,所以在你们的成长中,受到许多的伤害,这是爸爸最大的遗憾。 接着,Celina说着说着就忍不住落泪,坎言仍相信爱情,但爱情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,是另一回事,最后更自嘲,我都有勇气离婚,我为什么会没有勇气相信爱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